今天也是個人所得稅的報稅截止日 為了方便民眾郵寄報稅郵件 落縣範圍內有幾處郵局 將會延長營業時間 方便民眾抓緊時間 是郵寄報稅文件 報稅截止日向來是郵局 最為忙碌的日子之一 不過據記者觀察 今天部分郵局雖然很忙碌 但是前來郵寄稅務文件的 民眾身影並不是很多 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郵寄稅務文件高峰 之前位於蒙特利公園市的郵局 今天也準備了對策 除了緬英州和馬薩朱塞州 全美其他地區的報稅截止日 都是今天 部分來不及在截止日 完成報稅的民眾 可以預先填表申請連期六個月 不過如果你需要補稅 那麼最後期限一律是今天 而為了幫助納稅人 趕在截止日期順利郵寄稅表 郵局方面也出台了辯明措施 他們會有其他地方開放 以延長時間提供給客人的郵寄 位於Santa Clarita和工業市的 兩間郵局 今天營業時間延長到晚上9點 而位於落市 Santa Anna和San Bernardino的 三間郵局 營業時間將延長到5頁 相關詳情可以上到郵政局網站查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